两三年前我在跟一位德国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在谈到一个问题 我说八九年的春夏之交 我是在戒严的当天离开北京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北京呢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 一个呢是有同学 大家约定的是戒严的时候就离开北京 回到南京就有一些人是可以回去的 回到南京传达一下这个北京目前的情况 给同学们给南京的同学们 是吧我们在南京的同学其实闹得也挺凶 我弟弟他们这帮人是南京医科大学的 他们后来被惩罚的也很凶 他们是危机 危机班就是医学院专门为这个医院培养的 这个计算机操作人才 他们那个班三十多个人 学潮的第二年他们这个班被解散了 所有的人拿的是一页文凭 就是不需要你们的 这个班就没有了消失了知道吧 也有一些同学啊就是受到的这种隐性的摧残也相当厉害 其中我好像说过一个南大图书管理系的一个同学读了四年书 计算机管理管理电脑嘛图书馆嘛现代图书馆管理 等他毕业了分在这个南京特殊学校 特殊教育师范 干什么呢 培养这个龙亚人教师的 就是给龙亚人讲课的这些老师培训的地方 整个这个特殊教育师范图书馆就没有一台电脑 也就意味着你在大学学了四年 基本上就让你荒废 是吧 你不是学潮吗 你不是南大图书管理系 这个参与学潮的领头人吗 是吧 所以 参与学潮各个城市都有 然后有一些呢不是很 怎么说呢 没什么问题的 不是那么太显眼的人 其实是可以回去的 所以我们当时有几个同学就回去了 我呢是因为这个派出所已经到家里了 找到家里了 找到家里之后 就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 就我在北京也有亲属嘛 装甲兵装甲兵总部的 跟我家里联系以后就决定 就我不能直接回南京 是吧 回南京可能就 要被找嘛 你是不是抓是吧 这东西不知道 当年就根本搞不清 就是有这种有这种疑惑 所以呢 当时就安排我从天津去大连 在大连这个海军政治学院的一个正师职教员家里 住一段时间 就一直从他那儿待个一年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们那个 离他们很近 就是大连的这个什么天津街 上海街 南京街 就是做服装的 个体户比较集中的地方 你可以在那儿坐点小买卖吧 是吧 不要急着回南京 所以我当时就从北京上车去的天津 从天津新港上的海轮到大连 全程都是安排好的 我算是避祸吧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 车站 反复的在播 戒严通告 戒严通告 在这种气氛中 我离开了北京 那么离开了北京 到了天津 我在天津还待了几天 玩了一玩 吃吃 很聪明的 是吧 炸酱面 狗不里包的 对吧 煎饼果的 天津 天津我印象中 好像就这些东西 挺著名 一直是 牧民 是吧 从来没来过 就没在这儿停留过 在天津我待了大概有好几天 然后买上票 做这个新港到大连的海轮 这是我第一次做海轮算式 其实在我眼里 跟轮度差不多 就这么个东西 但上去以后 发现不对了 不对了 为什么讲不对了呢 因为它要16个小时 大概是 就类似于要 要睡一觉 然后起来你得洗脸刷牙 是吧 没有经验 洗脸的水 没有问题 漱口的时候就不行了 你稍微一步楼上咽下去 你发现它是苦的 它是海水净化 海水淡化 它没有完全的淡化好 就你漱口的时候不能往下抿 万一要是习惯上 有一些咽到喉咙里 会感觉到特别苦 那是第一次出洋相 第一次做海轮出洋相 完了以后在海轮上的餐厅里面吃饭 印象也很深 五六片青椒 四片火腿 那个火腿罐头切成片 就是肉片炒青椒 就这么一份 二十还是二十五一份 饭是不要钱 一份打一份不要钱 就相当于一份快餐 对吧 你还不能嫌贵 嫌贵你有本事跳下去 对吧 你不要买我的 你到别的地方去买 对不对 我这轮船上就在一个餐厅 爱吃不吃 排队 你不吃换人 别堵在这 你咬了牙没办法 你只能选 其他的套餐更不划算 唯一最后能接受的就是这一份 印象很深 那真是 叫什么 就这一家店 没得选 现在我们 有的时候想想起来 真的挺好玩 中国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他干的就是这买卖 你后来在机场说吃高价面条 几十块钱一碗 后来在火车上吃这个 三十块钱 五十块钱 一份的快餐 我都没有感觉了 因为在海伦上的那次经历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 在这个社会中 当他只有一家店开始供应的时候 你真的没得选 要不然就饿死 对不对 你说你一天 一天不吃 一顿不吃 甚至一天不吃都可以 时间长呢 这海龙要开个十天半两月 你要不吃他的你不就饿死了 对不对 没得选 所以中国的现实社会中 其实有很多事就是这样的 那么到了大连之后还行 因为涉及到一些家族的朋友嘛 照顾的都很周到 没什么事 也算是散散心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风声已经不对了 你不能说你是从北京过来的 你得说你从南京过来的 是吧 你到大连来旅游的 对吧 去看看服装市场 看看人家怎么卖鞋子 卖衣服的 对吧 见识一下 因为大连人好穿 穿衣打扮 他们能花掉工资的三分之一 甚至二分之一 对吧 我还见过一个 这个卖假的运动鞋的 人家一东北老乡 很直爽 是吧 花二百块钱 买阿迪达的这个 阿迪达斯的这个运动鞋 完了以后 冬天去走访亲戚 因为这鞋的贵啊 二百块在当时 就不得了的价钱了 对吧 进口的 名牌 世界名牌 最后呢 在雪地里 插了没多远 动半了 最后脚趾都动 动得发黑了 跑到医院之后 截肢 切掉大概两三个脚趾头 这买鞋子的哥们也挺溜逼的 不让你退钱 不给你退钱的机会 人家直接带了一把砍刀来的 据说是西瓜刀 据说是西瓜刀 挺薄 挺锋利 但是呢 砍不动骨头 只能砍动肉 卖鞋子的 就卖这个 甲冒伪劣的啊 这个摊主 背上 他只砍背 背上 皮糙肉厚 是吧 还砍不死人吗 背上 砍的 就后来 隔壁的摊主形容 缝得像麻包一样 缝了二百多针 缝了二百多针 在大年 我第一次见识到 什么叫 油轨电车 就是那电车 开的过程中间 还叮叮当当 有铃铛似的 挺好玩 在大年 我算是 轻松了一下 轻松了没多久 我们就在电视上 看到了清场 看到了政府宣布的暴徒 是吧 烧死解放军 士兵的 这些照片 很多视频都很血腥 其实我觉得好像 其他时间段里 中国的电视台 还真没播放过 类似的这些 血腥的这种图案 这种视频 现在想想就 真的挺好玩的 很多不知道情况的人 都以为学生真是暴徒 其实我知道 包括头上砸个白袋子 说要绝食 要这个要那个的 都是才子 很多人 发表自己的意见的 这些领袖们 都是全国个体 考来的人间 根本没有暴徒的倾向 就有几个 可能是有点 自说自话的 这个我相信 但是让他们去杀人 去把人像烤猪一样的 撂到火你烧 这可能性是没有的 但是你怎么说呢 你敢说吗 其实我也不敢说 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说 我在大连住了很久 一直到我父亲跟 我们当地的派出所 闹着 要他们发通告 发通知令 在全国分野里找我 你把我儿子搞丢了 没了 你别天天在我家门口守着 我们家楼下 自行车棚里面 我们当年的 警长 派出所的警长 户籍警 带着联防 在我们家楼下 守了我22天 最后还不错 算是有一些长辈打招呼 是吧 这个事就算 我到第二年 才回到南京 八九年的这场经历 我印象很深 为了它 我后来又付出了很多代价 但是我觉得 在我的人生中 我没有 有愧于我的青春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青年 我在我 能遇到的这个年代 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从此以后 我更加关注 中国的改革 中国的变革 包括中国的现实 这一次的经历 影响了我整个 后面三十年的人生 我原先有很多次 进入体制的机会 我都放弃了 当年的这种放弃呢 还有一些 不情不愿的 说句良心话 确实想 有一番作为 对吧 但是因为我的爷爷奶奶 死于土改 所以从我父亲的 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是不希望我能 为这个政权工作 那么八九年 这次经历之后 我就彻底的 断绝了为这个政权 做任何一丝一毫的 贡献 这种链头 我非常希望 中国能有一次变革 对未来呢 说我悲观也可以 但是有一点 我很乐观 我觉得在我的 有生之年 我会看到中国 这种极权政治 会被人民推翻 因为他们现在 唯一能够让 这个世界 容纳他们的 就是他们能跟 整个世界 有经济上的交往 当外部世界 不奢望中共自身 能够进行变革的情况下 中共与外部世界的交往 将会被逐渐的阻绝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要想自己 再维持下去 这个游戏就不太好玩了 所以我相信 中国与国际社会 一旦形成对质 他们根本就维持不了 经济的内循环 那么中央如果没有 财力来维持 各个省 那么各个省 对中央就会产生离行 中国的变化 是由经济 而引起的政治变化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现在我们看到的 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个人认为 中央政权 对全国的控制 不过也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如果说对质形成了 我们可以倒计时就可以了 不要奢望 中共会越来越强 因为失去国际经济 对他们的需求 他们自身 是没有办法维持 长期的运转 贪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